一火蛇折水眼 这是我们朱雀的尾巴 全天也是二十八星宿的终结 那意义呢 顾名思意就是翅膀 火 属火 蛇 对应的这个神兽 像一个蛇 它代表着蛇的一些特性 诊水眼 诊就是车的后面的那个横杠 那个轴它可以控制车的方向 可见它的功能也很大 也很有用 它对应的这个动物就是蚯蚓 虽然小小的但很重要 说 丘尹它既无爪牙之力 也没有 筋骨之能 但是上师黄土 下以黄泉 我们道就是如此 小小的 反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至少道无处不在 马学随小五上俱全 那至此呢 我们就 敷衍潦草 而把星宿简单 陈述完毕 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新观 我们只是带过 正在道统说起理 没有说分开 怎么怎么样 简单的道理 各种重要的一个方向 给大家提供参考了 那后面呢 大家有什么建议 也可以提一下 我们准备 更多的 准备一些系列的课 会比较的踏实一点 因为连续性 连贯性 观感性都会好一点 那当然呢 也有朋友提过这个 讲武则天 刺激 我们就讲了 说讲笑 那我们就 讲了二十多集 二十四笑分开讲 它其中有很多 玄化神话的故事 一真一假 我们讲出了 从真的方面探索了 什么道理 那这以前的课都有 那后面大家有什么建议 就提一下 然后呢 我准备 马上冬至了嘛 冬至刚好一周年 我们第一次讲节气的时候 是第一个讲的是冬至 马上就快 应该是过了一年了 我们那个招呼 每天一集 其实一集还要多 所以偶尔 有点事情 开个小摔 大家也请原谅一下 我觉得 像我这样坚持的也并不多 没有任何收益 这个 大家呢 就尽量的多 三连赞 收藏 点赞 转发评论 对这个 账号作品的有好处 也希望能多多提供 批评 执政 怎么样发展更好 哪里 不对 需要探讨 多加 多互动 追根溯源 穷奇 真理 波乱反正 因为现在社会 太注重物质 各个方面 阴阳电倒 五行错乱 倒反天岗 我们慢慢来 那么后面课的规划呢 就是日常的一些时事 也准备看看能不能热一热 然后结合的一些事呢 相关的 对应的一些挂的情景 我们就讲挂 它的理呀 我们要说通 像呢 抓一抓 树呢 结一结 然后用到一些站的东西 然后每封节气点呢 因为二次节气讲完了嘛 那就讲这个十二消息话 只要宇宙人生 大家各个方面想听什么 咱们都可以道解试一试 那我们最后说两句 这个三十六生肖 跟二十八星宿 这个神兽有什么关系 它当然是其中的二十八个 我们相传这两套 实际上是一套 那最后二十八又减了哪几个呢 二十八加八等于三十六 那这四个分别减了四个偏的位置 那四中 此五谋有没有解